有的说风水是迷信 欧美人不讲风水 不一样成为高发展国家吗? 可见 风水之说是自欺欺人的东西 这是真的吗? 大家好 我是死神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风水 说到风水 我们不外乎分两大脉络 第一个是轮头 讲求的是怎么样 山穿地脉 以形象论及凶 一般我们比较模糊的 就会称为行家派 作为统称 例如我们赖不一先师的 《波沙诀》 以及风水经典 《汉荣经》 人称神机妙算 刘伯温先师的 《勘于曼兴》 这些著作 都是轮头派的重要典籍 而另外一派就是李契派 主要的理论基础 就是以洋宅内部的布局 或是在一定范围之内的格局 来判断方位跟地区的吉凶 这里面包含我们常常会用到的 紫白飞星 或是八宅法里面的八宅明镜 或是玄空派的玄空飞星 或是三元派 义挂派等等之类的派别 都用这些理气的逻辑 当然这些风水的理论 也不会只有什么二分法 有些派别 他会把柔和的比较广 例如玄空派里面 有所谓的七星打结 城门诀 还有乾坤国宝派里面 会有一些特别的用法 三合派等等之类的 都会有衍生性的应用方式 也就是说 一个派别里面 细分出来用于阳宅 阴宅 还有轮头 等等不同的理论基础 都在一个派别里面分门别类 那么这么多派别 有没有哪一派特别好用 在谈这个之前 我们要先知道一件事情 这些风水理论的形成 它的基础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不知道基础的核心的理论 那么我们永远只能把风水当迷信 或是把风水当传统 人云亦云 看书 或者是听别人说的 照做就对了 这也不是不行 也是可以 但是你不能够判断 你看到的 或是这些风水模式 是否是正确的 或是它能不能真的给你 有一些帮助 那么风水的核心基础是什么呢 有的说是易经 这里易经指的是周易 我们之前节目有讲过 这个世界的易经 其实不是只有一部 而是有三部 包含了连山义 归长义跟周易 当然现在只流传下来的周易 而且是被改过的周易 至于它改过是改良还是改召啊 这个没有办法就去验证它 就像节气一样 从商朝的四个节气 到汉朝后面变了24节气 它是经过改良的 所以如果只是说风水核心理论来自于周易 那就不完整了 因为风水的底层逻辑是来自于星象 也就是跟玛雅文化 或是古埃及等一些文明是一样的 我们人类的历法以及科技 都是来自于几千年前的老祖宗 不知道为什么 晚上睡不着觉 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 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你没有测量的工具 却可以测量出这些星星的运行轨迹 还有它的周期跟它的逻辑 而且还可以大概知道这些星宿啊 跟我们地球之间的距离 至此啊 我们就衍生出了各种的科技 这大概跟老师之前推背图第47项里面 所讲到的 世界的毁灭又重生 或许有这么一点点的关系 可可能 而从这些的星象所衍生出来的技术啊 老祖宗就开始发明出了指南车 然后开始立两仪分四项定八卦 排24方位 也就称为24三 在中华文化里面啊 也与24节气来去对应 但实际上啊 24三有其他的意义的存在 而不是以24节气作为它的依据 只是比较好教学而已啦 所以风水之学啊 它的底层逻辑 是我们整个的地球环境 跟宇宙星辰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关系 而我们自己人也是世界之中的一员 所以如何得到 并且可以使用更多的一些这宇宙的能量啊 来帮助我们得到想要的结果 也就是风水学的形成跟它的利益之一 简单来说 我们的人啊就像一座什么 一座一艘帆船好了 无论你是小帆船还是大帆船 没有风你就走不了 风顺了你就一日千里 当然讲到这里会有人吐槽 老师 现在都是核动力货柜船的 没有人能给你做帆船的啦 哎对对对 你讲的都对风水风水 没有风你还是得要水吧 所以风水里面也有水 也就是所谓的地脉的力量 所以内外相合阴阳相辅 风水也有天龙地龙水龙 还有其他龙 都是一些来龙的力量之外 也必须要有去脉的循环 我们做风水啊 不能只想要得到而已 还要想怎么样去付出 所以为什么老师的节目一直说啊 你要成功要发财 你得懂得要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 而且必须可以帮到很多人 这就是这样子的逻辑 你没有这个逻辑啊 一天到晚只想着想到 让自己怎么样可以得到更多 最好就是人在家中躺 钱从天上来 时间到了 白富美或者是八道总裁 都会争相破头的送上门来 那不是更好 你想的可以这么想 但是做不到 想的美 实际上风水也是如此 如果你只考虑到收进来的力量更多 但是你没有考虑到我善的循环 那这在风水上 就会形成了闷的力量 闷到一定时间了 就会转为死局 然后走上了绝路 所以为什么说福地福人居 什么样是有福的人 那就是懂得帮助他人的人 我们一般都会统称 愿意帮助他人的人 都说他是善人 那你行善就等于在跟福田 福田有根源 自然你会有收获源源不断的福气 自然你就是有福的人 这样理解吗 那风水为什么可以得到力量呢 这个我们不能只够讲大道理 老生常谈 我们要能举例出来 这个地球有力量在运行 那么我们才能够间接验证一下 我们风水的逻辑跟理论基础 那么我们今天就从行家畔的里面 环抱水这个格局啊 来稍微讨论一下 我们都知道啊 我们这个世界绝大部分的生物啊 都是靠两个元素来做生存的 第一个是阳光 第二个就是水 你有阳光有水 你才会有空气嘛 对不对 所以水也很重要 而水从天上来 下到高山 会其实能持水或者是湖水 然后再往下的奔驰流淌 形成的河川 带动了生命 那么我们就来思考一下 水既然是从高山往下流淌 受到重力的影响 水有侵蚀力 那么请问各位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的河川排除人为的节弯曲直 为什么它都不是直线的奔流 而是会弯弯曲曲的呢 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 滴水可以穿石 那么大水往下直冲三千尺 那它总应该都是直线的吧 就算原本它遇到石头弯曲 最后应该会受到水的侵蚀力 都会变直直的河流吧 但实际上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我们看到的河川基本上都是弯弯曲曲的 我们地球陆地上的主要河川 基本上都不存在纯直线的状态 这是为什么 有些朋友在这边就可以豁然开朗了 河流会弯曲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的地球它会自转 所以会产生的所谓的偏向力 所以河流的水路流动 会受到惯性力量的偏移 所以就产生了水在南北半球 河流会特别偏左或是偏右 这里面也有西洋的学者 法国科学家科里奥利 把这种现象研究整理出来 也就称为科里奥利现象 或是我们统称它为科势力 会是比较直接 就是在这个里面 就像我们各位在马桶里面冲水 南北半球它所产生的这个水的漩涡 会是相反的原因 因为指点的不同 会产生不一样的偏向力 这就是我们这种科学可以证明的事情 而有一些学艺不精 但是创造力十足的人就说 你看 马桶的水都相反了 季节也相反了 所以风水命理这些技术 在南北半球你要整个相反来看 这就是见到黑影就开箱 没有真正的了解风水命理的理论 就用自己的猜想 来定下一个自己搞出来的逻辑 这个有创意是很好的一件事 但是你理论基础你要先搞懂 就像近代欧洲 就认为放血可以自买病 你不能拿个案当作通论 然后形成新的学说 新学说你不是不能够建立 但是你的底层的逻辑 你一定要够缜密 你一定要它的一个依循到的一个逻辑在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水的流动也是地球重力 以及动能所影响的形态之一 所以我们在风水上面 就从水路来断极凶的方式 一种是反攻水 它的主要表现就是这种洋宅或房屋 它位于水路转弯的顶点 就像一个弓箭的弓弯区的顶点 那就是一个被冲上的洋宅 会有扇财破钉等破败之运的力量 所以住在这里的人 运施大运都变弱运 中运都变衰运 贫运就走向破败 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轮头 而与反攻水相对的 就是它对面的洋宅 那就会称为环爆水 这个环爆水一般就可以达成 新家旺族天丁俱才 家观敬绝的力量 所以一条河的一左一右 就会产生了一吉一凶 这属于天差地别的状况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 其实水跟地球本身 它没有分什么吉凶 对人才有这种吉凶 为什么 因为人或房子 它是要接收地球跟宇宙的力量 它是有极限的 你不能超过它极限的给予 不然就会出问题 举个例子来说 今天台湾的家电 它只能吃110伏特的电压 但是你把它接上了220伏特的插座 它可不可以启动 可以 但是几秒钟或几分钟之后 它就可能会就烧坏了 为什么 因为超出这个电器 它能够承受的电压或是电流 它不会变得更强大 只会原地报废 所以反攻水就可以看成 给予洋宅或是人命过大的能量 而且是这一段水路最大能量的顶点 所以就会让洋宅里面的人命 无法承受这个大量的能量 给予 属于极限的能量的溢柱 就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 或是不同类型的伤害 有的就破丁 有的是伤财 有的是血光 有的是败家 而它对面的环抱水 就处于缓 缓刑的一个能量溢柱 这洋宅跟人命啊 它就可以慢慢的去吸收自己所需要的能量 按照方位与格局的不同 就可以产生了发财 天丁 家官俊杰 金榜 提名等不同的能量激发 它不一定很快 但多数的时候都比较偏向极力 但即使如此啊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水的属性 只能说大方向是不错的 还是有少部分例外 不多 但是还是有 我们今天只是举个例来说明 那么有时候就这时候有人去想到啊 嘿嘿 现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因为现在没有这么多河流的房子了 过去古人是因为足水草而居 所以说你靠近河流 现在的社会不需要了啦 老师 你不会有这个问题啦 没有错 所以说我们另外一句话也很有意思 是什么呢 车水马龙 所以说马路也视为另外一种水路 所以对于道路的车流量 也可以看作水的流量 那马路也会产生了不同的急凶力量 而高架桥 地面铁路 车库 地铁出入口 招牌的亮度 形态都会形成不同的影响 有这些还是包含在水法中的一小部分 你还没有提到的其他的 比如说室内格局 落地窗 大门 窗户等等的细节 都还没加进去 而比较可以观察到的 这些水路会异象到我们的问题啊 各位可以在家里附近的一些商圈去看一看 所以你会发现了 一条商店街啊 会有一面 它的声音比较好 一面就还好 通常比较少会两边都很好 除非有活动或是人潮爆炸 那当然就会外溢效应 但即使如此 一定还是会有一面的声音特别好 或是好声音的店家 会有一面特别多 为什么 因为人跟其他鸟兽一样啊 都被地球的磁场所影响 所以会特别往那个地方去消费 而风水的学问啊 就是研究地球磁场跟宇宙星辰之间 运用在人身上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在看风水的时候啊 我们要去了解 我们利用的是整个世界的动能 不是只有是说我们摆什么东西会发财 也不是说你朝哪个方向你一定会成功 而是我们先了解这个地球它的动能 它是怎么样子的产生 那产生之后 我们运用这些的格局 或者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 有些时候 这个房子它很吉利 但是它只能发财 但是它会减丁 有没有可能 是会的 吉利的力量 有时候只吉利在一个地方 而不会在吉利的全部的地方 就像水 它能载舟也能够覆舟 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 所以在运用风水的时候 我们先有一个底层的逻辑 就是我们在运用整个世界的能量 然后包含了 比如说我们用风水 这个风的力量也包含了 你室内有没有通风 你家宅有没有干净 比如说老师之前跟各位去提到的 你在三煞五皇地方 你不要去做什么事情 为什么 因为激化那边的力量 它会产生不好的能量 那透过你室内格局的一些 一些空气流动 才把不好的东西带到全家 所以是说在我们的一些风水学说里面 就有一句讲什么呢 就是阳宅第一凶 醉际侧中 这什么呢 你厕所不要摆中间 为什么厕所不要摆中间 就很简单 因为我们太岁祖星在中间 你太岁祖星在中间 然后你厕所留在中间 那你是不是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一个很不好的开始 对不对 哪怕就可能有一年除外 可能就五皇星 或是七次星 你刚刚在中央 那那也不见得是特别好 因为你还有其他星宿跟他去应对 所以说阳宅第一凶 最继撤居中 对不对 那就他有一点逻辑 因为你的空气流动 一进去你的中宫之后 会把你的一些晦气 带到你这个四周 所以说呢 你去买房子或做装潢的时候 不要以为是说啊 厕所在中间 大家上厕所都很方便 没错 大家上厕所都很方便 你衰的时候 大家也衰得很平均 大家都很衰 这样好吗 这样当然也是不好 所以说啊 我们在看到很多东西啊 就要去了解他的原因在哪里 比如说老师以前 跟各位去讲到过一件事情 什么呢 他有割脚水的问题 然后这个马路离离太近 你很贪心的 你明明就是在路边的房子 但是你想多占有一点 对不对 你就把它往外去延伸了 往外去延伸之后 就变成 你的家门跟马路离得过近 这就变什么呢 就容易形成了 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格局 叫什么 割脚水 就是什么 祖孙不相见 你这个东西你做不了太久 或是你家里的人丁啊 就很容易代谢掉 不是老的先走 不然是小的 就遭遇到事情 小的先走 就是你三代里面 通常就是第一代跟第三代 你很难够见面 或者这个水路影响状况 为什么 因为你贪心 你把别人可以走的路 或是你这个 像那个什么地铁的经过一样 会有风险 你为了贪心都要了 那造成的是什么 你赢了这些地 但是失去了你的运 这就是有这些可能 所以说我们今天节目 时间不够多 我们今天只稍微提一下 我们风水之间 它其实是跟随了我们 这个整个世间的一个磁场 还有就是说 你也要懂得去 善用空间跟你的循环的力量 有时候不要贪心 你越贪 你能得到的 你以为是越多 但是事实上 你这边得到越多 你后面就会失去越多 当你愿意给予别人更多的时候 通常你回馈到的东西 也会很多 因为力量是会 会有一个循环的 各位了解老师的意思吗 如果你有兴趣 在下面留言跟老师说一下 我们以后有机会 我们继续 就这个风水的议题 我们继续讨论下去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